王女士53岁 年过半百 本应开始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 可偏偏却面临着婚姻危机 一见到我们记者 王女士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告诉我们 丈夫已经有两个多月不回家住了 王女士和丈夫结婚三十年 丈夫突然地离开家 让她感受到的不仅仅只是生活上的不习惯 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委屈和不甘心 所以在离婚之前 王女士一定要来一趟金牌调解 希望这婚能够离得明明白白 对得起她多年的付出 那么对此 李先生会怎么看呢 他为何离家出走呢 当进入调解现场 他对我们说出了这样一番 意味深长的话 因为很多事加在一起 所以就选择可能相对决心 离开 三十年的婚姻里 夫妻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是什么让夫妻俩在现场 双双低头哽咽 我的亲情是缺失的 我的爱是缺失的 我觉得她可是爱爱天 不是爱人 面对着这样一对 都已年过半百的夫妻 调解员为何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感觉你们两个人五十多岁 真的就像一对孩子 调解即刻开始 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白燕一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王女士和李先生 首先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两位谁先说 我的诉求呢 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助我们理一下 我和我老公之间的经济账和勤账 我们不能够 再继续过来 我们就好好的过 不能过来 我们好聚好散 就存在两方面问题 感情也出了问题 经济方面也有问题 对 就是 那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是 按照我们之前有一个协议 离婚协议 和平的离婚 已经谈过离婚了是吗 对 很正式谈的 对 正式谈的 什么时候 就是前不久 可能一两个月吧 那是什么原因 没能办成离婚呢 我们准备去 他说不同意了 之前这个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之前这个结婚是他嘛 他提出来的 对 你的意思是 现在他又不同意了 对 是吗 因为大概在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就不回家了嘛 这样我不能接受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的事情 那一天打了几个电话 他都没接 没有接吗 我就去买菜 去呢就经过了 他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下响起 然后我就把手机摸起来 给我儿子打电话 我说我给你爸打电话 他没接电话 他可能这个时候就听到 听到了以后呢 我就走了 回去的时候 他就睡在那个沙发上 眼睛眉睛 我敢一翘 就没理我 不说话 我当时想 你接电话 你错了 我还要组织找你 我也就没跟他说话 就这样子 就冷战冷战 大概就是冷战了 很多天以后 一个礼拜六嘛 他也没有回家 结果晚上 大概都要十一点的时候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我说你今天晚上要回家不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 我们需要冷静 当时我很生气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 我要冷静冷静什么样 然后就这样子 就去离得婚 很小的事情 引发了你们的互相冷战 对对对 我们问一下李先生 为什么用冷的方式来处理 关于那个事是这样的 本身我想要去过后 马上就给他打电话 他根本就不接我的电话 完了过后 我想你不接我的电话就算了 然后后面就一直 就保持这种状态 就不理的状态 这种不理的状态 以前也发生过 一般都是半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就为了很莫名其妙的事 就是这种互相不理睬的状态 所以这个状态是你们俩都习惯了的状态 对 习惯了 如果说经常是这种互相不理睬的冷战状态 为什么这一次你会选择离家 因为很多事加在一起 所以就选择可能相对决心 就离开 我们的婚姻一直处于这种不见空的状态 李先生的一番话让我们感觉到 他和妻子王女士之间的问题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所以如今才会因为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而闹得相互冷战 婚姻濒临破灭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李先生觉得 首先应该说说的就是妻子 那让人难以忍受的强势性格 所以因为他强势 第一个是说话 做事情 你经常骂人 慢骂 骂得你心里很难受 比如说我亲家为什么要搞 他不高兴了就要骂人 你的意思是说他 说话态度是很强势的 是这意思吗 对 还有比如说他到国外去玩的时候 买一个乳胶垫 那我睡了几次 没办法睡 我说切掉他 他不同意切掉 所以就没办法在一起睡 这个问题都不能达成一致吗 达成他 没需要他 他就他那种好是吧 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 就没办法 你的意思是 他不会去考虑你的感受 对 那最后怎么解决 就是分开睡点 分床睡点 还有经常我 比如说我搞电了 晚一点睡 他早点睡 然后就把那个门反锁了 我就没办法睡是吧 年轻的时候经常翻了个窗户是吧 翻了个阳台那个防盗栏翻进去是吧 以前年大了我不敢翻了 为什么要反锁 睡得比较晚是吧 就这样就要反锁 那肯定嘛 以前我们那个车子 把我的钥匙给小孩是吧 没经过我商量 就他自己做主张就给了就给了 因为他拿去搞这么久是吧 晚出什么问题 还是没顾及你的感受 对 我能不能理解为你所认为的强势 就是他不太顾及你的感受 对 他常去都是一个习惯 那也就是说以前你 都是在忍耐着跟他过日子吗 对 他刚才举了那么多 各种各样的事例 用于说明你的强势 你听完了 首先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和我强势 没有一点关系 首先就是这个床垫的事情 床垫当时我们科室和同事 很多个人都买了到 买没有错 关键是他刚才说 他不喜欢 他不适应 他的身体接受不了 你的做法强势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东西 虽然就是舒服 他觉得不舒服 那我就没有办法 所有百分九十九的人都说舒服 他一个人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说不认真嫩点地说的话 也可能要 不从百分九十九的人 说这个好 可是过日子是你们两个人过 不是跟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过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好 他说平常对他的 那个语言上面的暴力 我的语言暴力是极少极少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给他的语言暴力 我天天上班 一周一天半 天天 他早出晚归 晚上多么晚才回家 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 不是说跟我沟通和交流 就去坐到电脑上去了 我们家厨房永远失望 我在内下班回去也失望 所以才会有 他刚才说的 他在房间上电脑 然后你就会把门反锁 激扫激扫 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要需要他爬窗 他窗户可能有一两次 第一次爬窗户 是因为是 他回老家修房子了 我当时是门闭的 我不高兴 你是为这个事情 明说他回去修房子 我是不高兴的 至今都不高兴 并不是因为 他住在外面上电脑 你就把门给反锁了 如果我们两个 没有这么一吵 我是绝对不会 反锁门的 车钥匙那个是 车钥匙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钥匙 我取了以后 就放在里面 那个抽屉里面 他和儿子一起回到家 回来儿子就问我 钥匙在哪里 我说在那个抽屉里 当到他儿子去拿的这个钥匙 他为什么会不高兴 不是我私下给儿子的 不是这个回事 他为什么会不高兴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他刚才说 你们在一起结婚这么多年 不舒服的感觉 很早就有了 你呢 但是我觉得 夫妻之间真真吵吵 是正常现象 主要就是两个人 有矛盾 要沟通 要改进 我们之间就是缺乏沟通和焦虑 在王女士看来 丈夫仅凭这些 芝麻大典的小事 就给他贴上强势的标签 实在是有失公平 问题的关键 应该是出现分歧时 夫妻俩没有及时的沟通 但提到这沟通二字 李先生又有话说了 他比较固执我感觉 他挺进去是吧 你的意思是是他没法够托 对对对 他认为他96%都是对的 我只有10%正确的 怎么够托 李先生强调 妻子在任何事情上 始终都不会站在他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完全置他的感受于不顾 生活中如此也就罢了 可牵扯到家中经济的大事 妻子依旧独断专行 这就让他接受不了了 就在去年 妻子突然提出 夫妻之间实行AA制 这么经济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不是搞了个AA制吗 AA制每个月要交三十块钱 AA制怎么产生的 可能他看到我这个收入少 他收入多 他肯定不愿意 大家一起用钱 接受吗 那肯定是无奈接受 AA制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那肯定就非常不信任 那就是各国各的了 对 无非一个表面的夫妻关系 对 你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不AA制这样 我心里不舒服 为什么不跟他提呢 其实没用嘛 他要做的事 他要说的话 他要做的事 肯定是 原来他一说 我这样的话 他肯定不高兴 我觉得他肯定是爱爱情 不是爱人 他说你提出来的AA制 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他经常一三言两语 就说呢 我的钱全部给你了 你是家里老大 你永远是强势 我什么都做不到足 避免他就不要说 这样的冤枉人的话 就是说我的钱全部给你了 我什么都做不到足 家庭经济 我不知道是多少 存款多少 免得他有这些抱怨 就是他经常这样抱怨 你们家一直以来 经济是什么样的 一种管理状况 早期嘛 早期的这个工资 就是交给他的管是吧 后面有奖金了 可能奖金这部分呢 我可能存了一些 因为我买衣服 买生活用品 都是我出钱 还有这种亲戚 这些都是我的开支 然后什么时候 出了什么问题 去年有小孩 结婚钱嘛 要用钱 就问他 我们家到底有多少存款 他就是 就说没有存款 这个回答对于你来说 接受得了吗 他肯定不能接受吧 想就是说 没存款就算了 但是后面又发生了 他单位是买房子 没有通过我的商量 没有跟我商量 就写在他的名下 或小儿的名下 他肯定不能接受吧 所以你心里是不高兴的 是吗 肯定不高兴 解释一下好吗 先从之前他说的 去年他问你 还有多少存款 你告诉他 没有 告诉了他 有三万块钱 因为这要一步一步地算起来 在1996年的时候 就是第一套房 这套房子的装修剧钱 所谓的都是我 2011年 我们单位又在建房 建房第一次就交了一万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年是有一些 大笔的支出的 对对对 他给我的个钱 就是维持 基本生活都不行 以前工资有几百 2013年都才一千多块钱 你说2013年之前 每个月就是几百块钱 就是13年的工资本上 都只有一千一百多 都有证据的 这些都是有证据的 13年也算一千多 对 我把这些账 全部给他逃出来 一笔一笔地算 他还不服气 这里面千金 就算了几十万 好 那我把房子事情说清楚 事情他说清楚 房子这个事情 埋了以后 当时后勤工作人员 到我上班这个地方 拿了个表来 喊我天 我说那我就全办儿子的 他说不行 因为你带了款的 可能最多 儿子就最百分之七十 你就本身三十 我说那你就这样 蹬在那里嘛 那个时候没想到 也把他的名字加上去 当时就是想 也没有多少嘛 没必要计较这个东西 当时是这样想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基于他一直对你在经济 这方面有那么多的抱怨 觉得是由你一手掌管 那干脆我们AA制 我也清白 你心里也清楚 是这意思吗 就这样子 你知道他心里不舒服吗 当时我不知道他不舒服 我想他应该是很高兴嘛 我想这是他要的生活嘛 他终于可以找我自己的 经济大全了嘛 可是今天按照李先生的表达 他是很难受 甚至是他觉得很受伤的 如果他要难受 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王女士看来 如果不是丈夫在经济上 对自己的不信任 自己也不会提出 实行经济AA制 即便丈夫心里 有千万个不愿意 也是他就由自取的结果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听到这里 观察席中的两位老师 拿起了话筒 他们想要提醒王女士 不要会错了丈夫的意 抓错了重点 其实李先生要的 并不是把经济账算清楚 而是另一样东西 我作为一个律师 我主要还是从很多 法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但是就是从法律角度 我发现 其实你的这位先生 是一个很注重主观感受 很敏感的一个人 你看我给你讲几个事情 根据我们婚姻法的规定 夫妻婚后这个财产 它有两个原则 很简单 也最重要的 一个是共同支配 一个是共同共有 李先生他很不满意 他的车子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没有被知会 就被你交给了儿子 我相信这不是说 一个父亲不愿意 把自己的东西给儿子使用 他只是觉得这样子 他不受尊重 然后我再讲共同共有 共同共有就是这个房子的事情 你看房子 其实按照我们的婚姻法上来说 婚后财产购买的房子 即使没有你丈夫的名字 它也是你们两个人 共同共有的 但是他也很不舒服 这也说明他内心敏感 所以其实他的内心是一个 需要被关注到 需要被尊重 需要被关怀的人 可能在很多时候 你觉得夫妻两个 没有那么多讲究 但是这恰恰就忽略了 你先生的心理感受 所以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 你是不是能好好回想一下 自己是不是在自己的语言 在自己的关心上 有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我觉得啊 很多地方你确实 做得有些过于强势 多一个男人在家里 到现在他在想 这个家的房子 没我的名字 这个家的床 没我的位置 AA字马交钱 我就在交份子 按比例交 那我在这个家里 就除了交钱 交份子 那我还算什么呢 他会这样想 所以他难过 他提到 说我爱的是人 他爱的是钱 他哭了 夫妻同房同床 非常的正常 你不高兴了 你可以把房门反锁 你这不是把他赶出了门外吗 真的 太伤人了 回到家里 家是我自己 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 床是我疲劳的一天 倒下去休息的地方 他连这些地方都没有了 你叫他还待在家里干嘛 女方你可能在很多问题上 真的没有顾及到他 没有这种强求别人 按照您的想法要求 做到哪些哪些 而是您自己 用心去爱身边这个男人 用真情去对待他 感化他 让他来真诚地对待 而不是你所要求的 如何如何如何 两位观察员 是毫不客气地 指出了王女士的问题 但王女士听了 觉得自己很委屈 很委屈啊 我觉得我为这个家 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省吃检用 勤健吃家 家里面的里里外外 全是为个人 对不到他的认可 我就会伤心 王女士强调 真正委屈和不被尊重的 其实是自己 结婚三十年来 自己对这个家 是尽心尽责 不但没有得到 丈夫的认可和关心 反而还招揚了 动手的时候就比较多了 比较多 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次礼拜天 我就说我们走路去转 一个公园 那公园呢有点远 走到半路的时候 肚子呢就疼 特别的疼 然后就在附近去找卫生间 我就告诉了他 我说我没有带钥匙 他说嗯 然后等到我去找了卫生间 出来以后 大概有四来分钟嘛 他就没有人了 我就走路回家 从这个地方 走到我们家 走大概半个多小时 四十分钟 我还到自由市场 去买了菜 结果回去了 他就没有在家 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马上就回来 这一等 我可能又等了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他都没回 还没有回来 我又打电话 打电话 他说马上就到了 大概肯定就等了 十多分钟的时候 他就回来了 他在开门 我就骂他 我是骂了的 我那个骂呢 也就他几句话 说你马上回来 也没回来 其实也没有骂什么特别的 就是抱怨 哦 抱怨 边抱怨 边我就往我们家 那个厄室里面走 他冲上楼来 就是年二十 打我 然后就呛我的嘴巴 你骂你骂 我觉得我一身没错啊 这个事情应该对我关心 应该安慰我 他又在电脑面前就走 当时我就欺上家庭 我就去找他 哎呦 打我 就把我按在地下打 按地下打的时候 他就走了 朋友当时在那里面哭 哭了的时候 我就把煤气管点起 我想我死了算了 我这辈子的命太苦了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死了 从小 我们五个姊妹 我的妈也关不到这么多 我从小 没有得到过一点点的温暖 我的亲情是缺失的 我的爱是缺失的 还小的时候 对上的人都要欺负我们 因为我们家穷了 我就发布那读书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就这样子 我就考了一个中转 出来工作了 这是真实的 我一句也没有 你先生有解释吗 动手 但是他语言暴力 骂人肯定骂了很久 你的意思是 你动手是因为他语言的刺激 对 语言刺激 那忍不可忍是吧 他刚才讲的小时候这些经历 你知道吗 了解一些 你明白他为什么讲起来这么伤心吗 他原来说过的 他没得到父爱 然后这边丈夫也没得到多少爱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还是给他了很多爱 他就是有些语言我受不了 今天你先是做好了离婚的准备了是吗 应该是差不多 有没有做不离婚的准备呢 那除非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嘛 要他改变 很有可能 要他改变 夫妻俩一个从头到尾 始终强调妻子的强势 让人难以忍受 一个委屈伤心 自己的付出 没有得到应有的政客 反而被丈夫无情对待 对此我们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该如何评判呢 首先在调解员白燕一看来 夫妻俩犯的是同一个错误 在咱们今天的调解 刚开始之前在门口的时候 李先生叫住了我 说白老师 你待会儿要稍微的柔和一些 不要太犀利啊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 对面不是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先生 对面坐着是一个 有点怯懦的一个小男孩 其实这个感觉 不光李先生带给我有 王女士也是同样带给我这个感觉 在那儿的委屈地诉说 说老师他对我不好 他欺负我 然后那个小男孩说 老师其实我对他没不好 是他对我不好 他欺负我 我感觉你们两个人五十多岁 真的就像一对孩子 坐在我的面前 所以孩子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你们特别地需要被重视 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 房产证上的名字 真的是一个财产的名字的问题吗 是李先生感觉到自己没有被重视 而那个床垫 作为妻子想要让自己和先生享受最舒适的床 但是这个努力没有被重视 先生自己的身体享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奢侈 所以拒绝 但是这个拒绝背后的原因也没有被重视 其实这庄庄渐渐都是你们感觉自己没有被重视 而当一个孩子感觉自己不被重视 这个前提是什么 是他时刻关注的是自我的感受 那人的这种注意力 如果集中在我的感受上的时候 他是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去思考 我对别人是不是重视了 我对别人是不是善待 像刚才王女士说 我对这个家一心一意地付出 他是非常用力地在去生活的 但是不代表着王女士 就会重视到李先生的感受 而李先生你也同样 也没有重视你妻子的一个感受 这不是你们某一方的单独的问题 你们二位好像恰恰都呈现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状态 至于你们说的这个暴力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 你们的暴力是彼此双向的 两个人说一起逛公园 这看起来是大家都在去努力 但努力的结果是什么 是我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 他都没回来 这个时候关注的是我的感受 那这半个小时之中他去哪了 他是不是不小心被车给碰着了 他是不是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然后有很大的兴趣就停住了 这个没有力量去思考 因为你直接就回到了你的那个原点的答案 就是我不被爱 他根本就不在意我 所以他故意就放我鸽子 故意就把我晒在这里 然后越这样想 自己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就会越强烈 所以这个时候王女士看见李先生的第一眼的时候 就会把他的所有想象层面当中 不被爱 被忽视的那种感觉 倾泻而出 而这种倾泻而出 使用的是一种预言上的暴力 这种预言暴力就会让李先生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错觉 就是我所有的努力 我所有的放下都是没有被尊重和认可的 所以这种愤怒就会被叠加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将近三十年的共同走过 虽然一路磕磕绊绊 却没有真的最终走到民政局 其实在你们内心深处 你们都知道对方对于自己的情感 到底是有的还是没有的 王女士 你们夫妻的矛盾 今天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主要不太满意的一个方面 就是指你的先生不太关心你 不照顾你 或者是说没有足够的关爱你 那通常我们一旦接到这样的信息 就会理解成 对方是不懂得关心 不懂得关爱 不懂得关照的 但事实上可能未必如此 你说在原生家庭当中的成长体验是 你是亲情缺失的 于是你曾经做了一个决定 或者是按下决心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庭 于是你考了一个中砖 出来了 对不对 首先你没有说原生家庭亲情是缺失的 那么我长大之后 我会去建设它 第二个是 你说我逃离了 但是你并没有说 我去寻找另一份亲情的补偿 你都没有这样的表达 因此你的再生家庭当中 没有你希望的亲情和温暖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最有纠结的这个例子 一个床垫的问题 你说99%的人都说好 只有他这个1%的人不说好 请问你跟谁同床共振 而从这一点上来看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是亲情缺失 你是渴望温暖和关爱 但很遗憾的是 你并没有寻求你身边的人 温暖你和关爱你 而是你想自己拥抱自己 你自取温暖 因为你独自享受了这张床垫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需要 跟你同床共振的人拥抱你 你既然不需要 别人怎么给你 所以你搞清楚 你不是命不好 你不是嫁错了男人 你只是从未真正去建设 自己的亲情系统 你从来没有希望 你身边的人拥抱你 给你温暖 而你通常是选择的 自取温暖 既然是自取温暖 当然结果就是孤独寂寞冷 所以无需怨恨 你自己今天通过条件 把自己建设的方向是错的 和自己缺失的系统 把它给补回来 你未来才有可能 在你的再生家庭系统当中幸福 才可能真正从你身边的配偶 这里得到温暖和关爱 首先一个问题 想问问李先生 从小的这个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 我同学还是很幸福的 爸爸妈妈的感情好吧 好 您有什么可以替他们总结的吗 他们可以这么和睦地相处这么多年 就是父亲前任嘛 我感觉适应的 按理来说 如果说我们的王女士 是一个从小没有这样的环境 去交给她 夫妻两个怎么好好相处 那么李先生我相信您是有的 因为您的父母 应该就是您最好的榜样 可是为什么婚姻走到今天 我们会发现 依旧是一个互相伤害的过程 我个人会认为 我会觉得李先生的责任会更大一些 在您真正自己生活 自己婚姻中的这些年龄 您并没有真正地去引领 您身边的女士 您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思维里 包括刚才主持人问您 您是不是了解 我们李女士以前的那段经历 您的反应也只是 我了解 她说过一点 如果这个时候是一个 感情丰富且善于表达的人 她可能会说 我知道 她的那段遭遇 对她来说很不幸 我很心疼她 就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上 李先生 我觉得您真的没有抓住 王女士像需要的那个点 您总说您的妻子很强势 很暴躁 很唠叨 那是因为她要跟您产生链接 李先生 每天面对一个人 回到家里各干各的 说话的机会 也不是那么多 按照她的说法 您这一点 我相信您也清楚 那么当我发现 我没法跟您产生链接的时候 我怎么办 那我就吵啊 我要引起你的注意啊 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呀 我其实特别理解王女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她是一个非常好哄的女人 她只是需要 您记住 在细节上的关注和认同 好好地肯定她 希望您能够好好想一想 夫妻之间最基本的 就是要相互理解和包容 而对于原生家庭 本就有缺陷的王女士来说 丈夫的体贴和关心 就会显得尤为重要 密室环节中 观察员宗岳英 也始终在和李先生 强调着这一点 她其实还是顾这个家的 因为她 她那个原生家庭 都是 全部都是 大小事 都是她所算 对吧 在那个家庭做惯了主 到这里来也是 都是把年纪了 也让她 慢慢慢慢地改变一点 你也知道 她的原生家庭的情况 她自己说的也 也痛哭啊 当然作为她来讲 希望有 您的爱能够 既有父爱又有父爱 她希望您能给到她 更多的爱 那么你也 多关注一下 她的需求 互相理解一下 有的时候 一句语言到了 她也会很温暖的 爱就是 不能骂骂的 李先生心里很清楚 自己身为丈夫 应该多关心妻子 但同时他也表示 妻子的性格 让她想靠近 却又很怕靠近 对于这一点 密室调解的另一边 观察员廖喜玉 正用心地和王女士交流着 女人要向学会 男人是风筝 我们女人就是线 你叫她滚 走 干什么 她可能就真的走 知道吧 有时在我们的语言方面 行动方面 我们也来做些调整 我也真的不知道 怎样和她相处 比如说 我不高兴的时候 其实就一个态度的问题 就是一句话的问题 你就不要在我火上交友 交友 你给那么久 就要发疯 要当疯者 咋子 就这样子 她的语言很刺人 就很刺人 你们双方都要学费 公职情绪 你要学费性账户 观察员廖喜玉 耐心地疏导着王女士 但王女士 似乎并没有停进去 阿姨 真的我跟她 真的没办法沟通 她经常还要对我 大喝大叫的 哎呀我真的犹豫啊 不要犹豫啊 我一直就是这个犹豫 好 听我说 如果你是这个状态 你的老公 他确确实实 可能不会想跟你沟通 当然说 你真的希望 丈夫的关系 呵护你 我来教你个方法 可以吗 从今天开始起 你不要愁迷苦脸 也不要哭哭啼啼 你哭 你求 是求不了爱的 你哭 你求 她不是给你亲的 她会觉得 她的可怜力 不是这样的 爱 我首先学会爱自己 别人给你多少爱 你懂得 在于我需要什么 我加倍地给对方 让对方知道 你所需要的 就是我所需要的 如果说 等下带她过来 如果等下过来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热情点 你比如说老公来了 你要站起来 带着笑脸 你不要我需要的 跟她来了 我又跟着 那就把她给反回去了 有时候爱和情 是要互动的 一定要互动 廖阿姨始终提醒着王女士 爱是相互的 希望得到爱的同时 也要付出自己的爱 这样夫妻之间 才能相互温暖 随后观察员廖喜玉 将李先生带入了密室 一见到自己的丈夫 王女士 还是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老公 真的我是爱你的 我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放弃 特别是这一次 当你离开那个家 搬出去做的时候 我一个人 走到那个人的 轻轻地讲 我真的不习惯 看得出来 王女士的内心 一直很小女人 她要的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是 丈夫一句简单的关心 一个近距离的拥抱 密室调节到此圆满 现在我们密室环节 已经结束了 两位当事人 心里想说的话 都说完了吗 那个苦都倾诉了 对 该换笑脸了 互相说说心里话吧 好不好 老婆现在我们这个家 还是挺好的 老公愿意爱你 谢谢老公 抱歉 老公 这么多年我是爱你的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走过风风雨雨的三十年 这么多年 我们要互相关心对方 互相爱护对方 以前我给你做了那么多的沟通 你都没有改进 希望这次在老师的帮助下 我们彼此都要做出改进 谢谢 谢谢老婆的关心 然后我想跟先生说一句 就是以后你妻子 他要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 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 有效的方法 你就过去像现在这样拉着他 像刚才那样抱着他的肩膀 你相信你对他的温柔 一定能换回来他的柔情似水 这样你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好吗 好的 来 两个人拉着手回家吧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大家 调解最后 夫妻俩对彼此的深情告白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一个好的开始 一声谢谢 不应该只在朋友之间存在 夫妻之间更应该抱着感谢对方的心态 来尊重对方的付出 理解对方的不义 希望王女士和李先生今后遇事 能够更多的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思考问题 真正做到互敬互爱 相敬如宾 携手幸福余生